我们一向支持和鼓励两岸的民众 尤其是青年加强交流 增进了解 携手发展 网络交流是为两岸的青年搭建了 多元化展示的平台 也提供了更大的自我发展的空间 也为两岸青年相互了解 良性互动 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民进党当局处于一党之私 蓄意地阻挠破坏两岸民间的交流 说到底呢 还是害怕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害怕在台湾的我们的同胞了解到大陆的真实的情况 他们以所谓认知作战来蒙蔽台湾民众 制造信息减防 当作煽动两岸敌意对立对抗的遮羞部 那么最终损害的呢 还只会是台湾民众 特别是台湾青年的发展空间和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